手机,空调,冰可乐,是很多人心中的避暑标配,不过,想要在这个火热的夏天留假的续命,你还少不了有着第五大发明,职承的神器,充电宝,充电宝,其实就是一大块锂电池。 最近,有一家科学家找到了一块宇宙中最大的充电宝,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为首的科研团队,发现了一颗奇特天体,它的锂元素含量约是同类天体的3000倍,这是目前人类以着锂元素风度最高的恒星。 8月7月在线出版的自然天文,Nature Astronomy,发布了我国天文学家的这项最新发现,发现副理巨星是意图绘图,中国国家天文,富含锂元素的巨星十分信用,但在监视锂元素的起源,和演化上,却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助理研究员尹洪亮说,他们利用大科学装置国手镜望远镜,发现的这颗副理恒星,来自于银河系中心附近的蛇幅座方向,位于银河系盘面以北,距离地球约4500光年。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颜洪亮,高纲研究员和研究员世界荣等人,在取得这一重要发现的同时,与来自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等约所高校的科学家合作,对这颗奇特恒星开展了深入研究。 研究人员发现,这颗恒星的锂元素很可能来自恒星内部的一种特殊的物质交换过程,随后,他们结合美国自动行星搜寻着望远镜的高分辨率光谱和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最新的原则数据,通过模拟再现了其内部经历的变化,从而对这颗恒星的锂元素风度给出了合理解释。 我们抬除了其他可能的因素后认为,借助一种不对称的流,这颗恒星产生如此高的理是完全有可能的。 颜孔亮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向上的流速比向下流速快得多,就导致很多恒星内部的原材料被带到表面,最后变成了锂元素。 我们开展的计算机模拟研究也支持了恒星通过自身在内部产生锂元素这一假设,复理巨星与太阳对比的想象图,拿发Guarded Space Flight Center。 这一发现改变了人类对天气中锂元素的认知,将国际上的含量观测极限提高了一倍。 同时,这项研究在理论上对锂元素合成,和信由恒星演化理论,提出了读书一支的新观点。 论文的审稿人评价着,这篇文章发现了复理巨星家族中一个非常有趣的成员, 它是目前,已经发现的同类恒星中理封度最高的。 这项工作的独到之处,不仅仅在于恒星超高的理封度,还有作者们精确确定的演化阶段,以及由此得到的推论,那就是超级浮理的阶段,持续的时间可能非常之短,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据了解,锂元素是连接宇宙大爆炸、星际物质和恒星的关键元素,一直以来它在宇宙和恒星中的演化都是天文凝聚的重要课题。 然而,当代天文学对锂元素的理解还具有很大局限性。 过去三十余年天文学家只发现了极少量的负力天体。 怎么样?看完这个故事,想不想移民到充电宝庭? 相关论文阅读,HTTPS,DOI,AUX1038S41550-018-0544-7,锅手定望远镜在此次科学发现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想看这个望远镜有多厉害,继续往下拉,完成了一期寻天观测,获取近千万条光谱数据。 国手定望远镜都看到了啥? 创新的主动光学技术,光谱获取上世界最高,大口径与大市场兼得,海量数据处理能力,由中国科学家自助研制,德国家中大科技基础设施国手定望远镜,简称LAMOS-P,自诞生以来,一直是国内爱天文学界关注的焦点。 银河西夏的LAMOS-P国家天文台陈宁卫,8月7日,望远镜的管理运行机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在北京宣布,LAMOS-P已圆满完成一期光谱群天观测,一期群天共发布光谱901万,其中高质量光谱777万,确定了534万组恒星光谱参数。 LAMOS-P一期群天天区覆盖图,至此,这台望远镜发布的光谱数,已经达到世界上其他选天项目,发布总科的1.8倍,但人们更关心的是,它到底看到了什么? 重慧银河画画像,利用LAMOS-P的大样本优势,我们为银河系重新进行了画像。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LAMOS-P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赵刚说,我们两次刷新了银盘的半径大小,今年我们界定的银盘半径,已经达到了过去正式的两倍,银盘面积增大,对暗物质的寻找是今年来研究的热点。 虽然暗物质占了星系总质量的九成以上,但由于它们十分分散,探测难度巨大,利用LAMOS-P的观测数据,研究人员对太阳附近的暗物质密度,进行了重新估算,对科学家寻找暗物质粒子,理解暗物质在银河系中的分布,带来了重要的参考线索。 此外,对银河系跟结构特征的概念,在运动学和化学空间,发现银河系并合形成新证据,银河系质量模型的构建,LAMOS-P用一个个科学发现,让天文学家得以重新审视银河系,星海时珍,在茫茫宇宙中,存在着一些性质非常奇异的天体,常常刷新着人类的认知。 但是,由于其心有幸,对这些奇异天体的搜寻和研究,无异于大海捞针,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LAMOS-P庞大的数据量成为挖掘这些天体的一个负框,随着数据量越来越大,研究人员逐渐发现了一些坏东西。 高速星,例如,科学家在LAMOS-P光谱中已发现了万余颗金属含量,低于太阳1%乃至1%的平金属星,构建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是核心有大望远镜,跟踪观测的宇宙化石样本。 他们在近千万条光谱中找到了5颗超高速星,为研究这类能够逃离银河系的恒星提供了重要样本。 利用其光谱工厂的优势,望远镜还发现了大量不同种类的白矮星,被科研人员誉为白矮星联手。 白矮星,在银河系大规模光谱巡天方面,LAMOS首次实现了天气覆盖、巡天体积、采阳密度及统计完备性等方面的重大突破,填补了中国大型天文基础数据的空白。 LAMOS运行和发展中心产物副主任长永恒认为,这些成果和数据未开的银河系特别是银盘的系统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样本,数据具具有传承价值,独一无二的望远镜。 一切瞬间以来,全球科学家利用LAMOS的数据,共发表SCI论文345篇,也有三千余次。 除了银河画像、奇异天体的发现外,它还在恒星物理、类星体、建林主星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 类星体,在中科院院士、LAMOS运行和发展中心总工程师、崔向军看来,LAMOS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它应用主动光学技术,实现了在观测中镜面区面的连续变化,突破了天文望远镜大口径与大市场难以兼得的瓶颈,是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大市场望远镜。 同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中科院院士、王寿寡、苏定强等人在国际上率先开讲了在一次观测中同时获取数千个天体光谱的前瞻性的研究科题,LAMOS开辟了几千根光纤定位的新思路,实望远镜拥有了四千只眼睛,每次观测可获得四千个天体的光谱,成为世界上光谱获取率最高的望远镜。 LAMOS的建成和运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进场宇宙学的发展。 赵刚说,在望远镜设计、建造、运行的二十多年间,一批掌握世界最新数字、全天观测、极数的青年和近人才成长了起来。 LAMOS为中国发展新一代千文光学红外观测设施积累了宝贵的技术力量,人才队伍和运行管理经验。 关注我们哈! Fancy that cost? 一场按复制,或成按下方二维码。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검计三维码。